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一起学到了 Redis中的哈希类型 以及哈希类型 一些相关的命令 那这节课呢我们接着来往下学 把剩下的这点命令呢 我们带着大家学完 来看一下 上节呢我们已经可以通过 hsite 来设置我们key中 field的值 包括也可以通过hget来得到 等等一些相关的命令 接着再往下我们要想得到 想检测 想得到我们这个 key中 所有的这个域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命令 可以通过hcase 它是返回 hashkey中 key的所有的域 field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字段 那接着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通过 它的语法比较简单 hcase 加上一个key 来试验一下hcase 写上user info 二 接着我们这个上个命令来 你看 你看 user info 这个key中 一共有五个字段 返回了五个field 同样呢 你再写一个user info 一 它里面有三个 也是可以的 比较简单 返回了一个包含我们hash表中 所有域的这样一个表 那如果这个key要不存在的话 它返回一个 nil 返回一个empty list ofset 这样的形式 比较简单 再往下 可以得到我们所有的这个field 也可以得到field 对应的一个值 可以通过h values 它的作用呢 和上面这个对照来记 返回 hash 表中 hash中 key的 所有的 值 key中 field 的所有的 对应的值 语法呢 直接来写 h values key 这样的形式 同样的 它返回的 也是包含了 所有field中的一个值 写成一个 user info 2 实验一下 你看 上面得到的是字段 它是得到这个field 对应的一个值 这种形式 比较简单的两个命令 接着呢 我们还可以来检测一下 我们这个key中 指定的字段是否存在 假如说我想检测一下 这个用户名 username这个字段 是否存在 我们就可以通过 这样的命令来实现 第九个 可以通过h exists exists呢 是检测 这个key是否存在 那我可以通过h exists 检测 hash key中 hash表中 key的field 是否存在 那如果存在呢 返回为1 不存在呢 返回为0 那语法也是 h exists 加上一个key 检测哪个字段 写到这就可以 存在 返回1 不存在 返回0 我们检测一下 h exists user info 2 里面的username 这是存在的 再检测一下 exists user info 2 里面的 test 或者是 not exists 这是一个不存在 可以看一下 这是返回为1 接着把它移复至 返回为0 代表不存在 接着再往下 还可以得到 我们这个key中 域的数量 假如说这个user info2中 你看一共有5个field 那现在是返回每个field的值 我想返回这个field的数量 也可以 可以通过 像返回次负串的数量一样 可以通过 hr lens 它的作用是返回hash表中key hash表key中的field的数量 语法 来实验一下h-lens-user-info 2 会得到5 那如果一个不存在的key呢 你看 返回的是一个0 比较简单 这样的形式 好 接着再往下 我们还可以对我们这个key中 域的值 进行一个 增量的一个操作 那首先呢 这个值应该是一个数值型 才可以 那可以对它做一个增量的操作 可以通过什么呢 可以通过我们的 hncr-by 这样的形式 是不是我们字符串儿中也有 ncr-by 同样的 我们这个hash表中也有 他的也是为我们这个h-ncr-by 给hash中key的field做增量操作 那首先呢 这个值呢 要是一个数值 数值才可以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样来写一下 假如说写成一个 语法 hncr-by key field 接着 写成一个值 增量 increment 我们可以来设定一下 h set一下 写成一个 假如说年龄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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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 三 来一个 age 值 十二 这样的效果 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 hncr-by user info 三 age 写成一个 加上一个十吧 这样的效果 看好了 我们在这儿新建了一个 三的用户 这样的一个对象 里边呢 field是age 对应的值十二 成功 接着你可以得到一下 h get user info 三里边的age 十二 再往下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hnbar 来添加一个操作 对这个年龄 加了一个十 你看 得到的结果 是我们的 二十二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你看一下 在这里边呢 我们就可以 再得到一下 age get 一下 只是二十二 但是我们的一个 只能对于存储的是 数值 是一个数值 才可以 接着你再写 如果你要对一个次负串 进行操作的话 就会报错了 user info 三里边的username 是一个king 接着写一个 hncrby user info 三 username 写成一个十 这时候就会报错了 成功 它和我们这个次负串的ncrby 差不多 你看 aer hushvalue is not an entangular 不是一个整形 这样的形式 这里边啊 简单的带着大家试验一下 那现在可以加一个数值 我们这个在四伏串的时候 是不是还可以添加一个什么呀 对 添加一个浮点 那你可以使用我们这个 hncrby float 来实现 hncrby float 它的作用也是 给 做增量操作 咱们写上一个啊 做增量的浮点操作 就是加浮点数啊 加浮点数 语法也是比较简单 hncrby float key field 接着是increment 增量 当然那我们这个增量呢 也可以是负值啊 也可以为负值 这样的效果 来实验一下 写上一个 hncrby user 先来一个 hset user info3 给他一个 salary 薪水 存的值是一个 123 1 1 好 添加了这样一个 欲 给 user 3 这个key user info 3 这个key 添加了一个 薪水 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 hncrby float hset user user info 3 salary 写成一个值 是添加一个 12 点 888 来看一下 也可以 那得到的结果呢 变成了135.9999 三个9 你可以通过hguide 一下 user info 3里的salary 已经实现了 那如果说我们试验一下 是不是可以通过 incr呢 其实 已经试过了 我们直接写就行 hncrby user info 3 salary 12 你看 error 是不是产生错误了 就参照着你自负串中 这个ncrby 和ncrby float 对照着来记就可以 那到此为止呢 我们哈希类型中 常用的命令 也是带着大家 过了一下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些命令 把它记熟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